人人都说,金圈大小姐虐我千百遍,我却仍带她如初恋,对此,我置之一笑,她得知自己是替身的那一天,拿刀抵着自己的脸,双目星红地逼问我,要这张脸还是要我,我笑了温柔道,乖,把刀放下,我笑她一个活人,怎么可能争得过一个死人呢? 那一天,是我和金圈大小姐柳如烟的婚礼,看着她眼角处的泪质,我仿佛看到了许多年前,那个为救我而死的少女。 在我们即将交换对戒的时候,柳如烟的白月光衣腾成一身白色礼服出现了,叫停了整个仪式,她双眼微红地站在那里,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 柳如烟扔了戒指,在大庭广众之下,不顾一切地奔向了她,她双手紧紧桎住她的肩膀,将她搂在怀里。 众兵哗然,记者们举着摄像机,灯光闪个不停,我看着柳父气得抄起拐杖,往柳如烟的身上招呼着,口中呵斥着,孽障,你个孽障,要做什么孽? 柳如烟死死护着身后的男人,闷哼出声,额头鼓鼓冒险。 一腾成心疼地搂住她的脖梗,如烟,疼不疼,柳如烟一把握住她的手,与她食指向扣,双膝跪在了地上。 爸妈,我想要嫁的人一直都是腾成,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一生只爱她一个。 柳母气得差点昏厥,柳父咳出了血,宾客看热闹似的发出讥笑声。 柳如烟拉着一腾成的手,背影决绝。 一腾成回头,朝我露出一个极其讽刺的笑容,仿佛是在说, 看吧,在柳如烟的心里,我永远是第一顺位,而你,不过是我的替身。 我看着柳如烟眼角的泪至心,却一抽抽的疼,嘴角处却只能挂着一丝惨淡的笑意维持家族的体面。 后来,听他们说,在柳家的施压下,一腾成抛弃了柳如烟一个人出国发展,而我,结婚证一戳,成为了他的合法丈夫。 日子就这样慢慢挨过两个春秋,我来到在游艇举办的派对,正看着柳如烟慵懒地倚靠在沙发上,一只手搭着男人。 而男人脸颊微红,勾着柳如烟的脖子,蠢蠢欲动,明晃晃地刺痛了我的双眸。 灯红酒绿,男男女女随着音乐扭动着身躯,气氛一下子燃到了顶点。 亲一个,亲一个,他们嘻嘻哈哈,拍着手乱作一团。 柳如烟的目光透过人群,直直地朝我看来。 他大喇喇地坐着,放在男人身上的手松了松,一双深情眼似笑非笑。 诺,我老公来了。 一群人顿了顿,领头的那个上去将音乐给掐断了,整个游艇瞬间一片安静。 嫂子,他善笑地跟我打招呼。 我没有理会,静直地看向柳如烟,妈让我来接你回家。 他眼神黯淡了一瞬,脊背又重新靠了回去,无趣地俯弄着男人的发丝。 怀里的男人笑着,攀上他的胸膛,刘姐,原来你喜欢刺激的啊。 柳如烟推开男人,起身上前打开音乐。 人群马上喧闹了起来,众人心口不喧,看热闹似的瞅着我。 柳如烟风流浪荡,身边的美男换个不停,以至于成婚两年,我这个丈夫都认不清新人救人。 那男人站起身朝我走来,挑衅地笑着。 还没来得及回应,那男人突然向我倒来,扑通一声,我们双双落水。 刘姐救我,救我。 男人被海水冲到了另一边,呼喊声从他的口中断断续续传来。 我忍不住吃笑一声,这男人可真够查的。 正当我抬脚准备向上游时,脚腕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缠住了,整个人慢慢地往下坠。 我感觉自己快被浪潮一点一点地往海里卷,全身无力挣扎。 海浪一次次地慢过我的头顶,窒息赶传来,我听到扑通一声,像是有人跳了下来,我忍不住求救。 柳如烟救,救我,我的腿。 被海浪淹没我喊出口的话,等我再次费力地探出头来,只能看到柳如烟的背影。 他的怀里扶着湿漉漉的那个男人,他几乎是毫不犹疑地就抛弃了我。 在我沉入海底前,我迷迷糊糊地想,这一切怎么就成了如今的模样? 我22岁的那年,就跟了柳如烟。 他向我许诺,可以给我任何想要的东西,包括柳先生的身份。 但前提是,我不可以动心。 他捏着我的下巴,一字一顿地告诉我,纪伯达,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好的坏的,你全受着。 那年,26岁的柳如烟是华企唯一的继承人。 早几年,就已经凭借着亿万身价,进入了福布斯排行榜。 金圈大小姐的他身边狐朋狗有一群人。 而我,只是京城记家刚认亲回来的大儿子,一个需要靠着联姻来给家族正典利益的棋子。 高不可攀的金圈大小姐,与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联姻了。 圈里人都说,柳如烟心里早就住了人,我不过是一腾成的替代品。 对此,我置之一笑。 记得大儿那年,体育课上一次滴血糖,我被送去了医务室休息。 没过多久,一阵喧哗声传来,透过帘子,我看到了柳如烟扶着一个男生,急急忙忙跑来这边。 我整个人蹲在原地,心跳仿佛漏掉了一排。 他穿着一件白裙子,模样还很青涩,温柔地轻声哄着对方。 腾成,别怕,我会一直在旁边陪着你。 咱们先擦消毒水好不好。 你腿上的伤必须马上处理。 他的眉眼间处处透着宠密和耐心,乖,听医生的话。 他看着男生痛苦的神情,不断重复着。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男生就是住进他心里的人,一腾成。 从那以后,整整两年时间,我一直在身后看着他。 看他比赛得奖,荣誉大爆铺天盖地,他如同天神下凡。 看他在忙碌中抽身来到男生宿舍的楼下,一脸疲倦地抱了抱一腾成。 看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出现在舞蹈比赛的现场,笑着把鲜花递给一腾成。 那一幕幕,熟悉又刺眼。 他们太般配了,般配到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就该是一对。 金贵骄傲如他,却把所有的偏爱给了另一个男孩。 而我,只是台下的观众,见证了他们的悲欢离合。 看着他顶着那张我深爱的脸,去爱着另一个男生。 一年又一年,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周围是消毒水的味道。 各种八卦信息扑面来,我略微扫了一眼。 大小姐就是会玩,泡个妞,都有老公过来把风。 你们不觉得纪不达有点可怜吗? 他老婆救了落水的情人,都不愿意救他哎。 笑死了。 大小姐又不爱他,是他自己狗皮高腰,死皮赖脸,贴着人家不放,活该。 有没有一点尊严啊,都这样了,还能沉得住气不去离婚。 不愧是金圈顶级利爱脑,挖野菜和白粥,都没他这么惨。 见不见啊,还是纪家刚认回来的人,丢不丢人啊,果然是香巴了,上不得台面。 切,要不是一腾城出国了,哪里轮得到他啊。 我冷笑了一下,这些人可真是无聊。 随后便面无表情地打开日历,今天是5号。 纪家规矩特别严格,规定无论多忙,每月5号必须回家一趟。 病床旁边安静的一个人都没有。 我默默拔了针头,起身离开。 回到纪家后,继母白燕萍没有看到我身后的人,她的脸色彻底变了。 我不是让你把刘小姐带回来吗? 我轻声解释,她有事。 白燕萍恨铁不成钢地戳着我的额头。 她能有什么事,出去会情人? 她是你老婆,不应该陪你回娘家吗? 她看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我爸纪圣压低了声音,没用的东西。 连个女人也看不住,跟你亲骂一个德行。 我皱了皱眉,还没来得及回应,我爸就冲我招了招手。 博达回来了,过来坐。 我微微抬起头,父亲。 他拧着眉汗手,周末去看看你奶奶吧,老人家又生病了。 然而白燕萍并不罢休,直接把网上的流言蜚语在饭桌上说了出来。 纪圣推开筷子,问庸人要来手机,低头哗啦了几下。 随后一巴掌甩到了我的脸上,带了十足时的力道。 我的脸被打得偏向了一边,抬头一看,纪圣怒目原睁。 没用的东西。 还不如待在清水镇别回来。 丢人现眼。 我扯了扯嘴角,不怒反而笑了笑。 刚要起身离开,庸人降门打开了。 纪圣和白燕萍惊喜起身,谄媚地走了过去。 我将发丝捋了捋,堪堪遮住面上红肿的手掌印。 哎哟,如烟啊,你可算来了。 我还以为这博达没有告诉你呢。 可不是吗?如烟,最近这生意上怎么样了呀? 快做快做,他动作自然地走到我身边的空座。 拉开,入座。 右手轻易地搭上了我身后的椅背。 福倩,刚忙完公务,来晚了。 他多么会逢场作戏啊。 脸上假惺惺的笑容,看得我有些莫名的反胃。 走的时候,白燕萍和纪圣笑得合不拢嘴。 柳如烟一手搭着我的肩膀,身子向我倾斜,可真是一副狼情惬意的场面,看着也着实让人觉得可笑。 出了家门,他收了手,脸上全是冷嘲热讽。 纪先生在热搜上挂了一天,什么心情啊? 我测了测脸颊,红肿的半边脸仗得高高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我又憋了回去,面带微笑地丑向他。 他顿了顿,神情有些恍惚,忽而瞅着我脸上的巴掌印。 纪伯达,我早就说过,都是你自找的。 好的坏的,你都得受着。 他的身影逐渐与两年前清风际月的少女相重合。 那一天,我只做了一件事情。 走进楼上的储物间,打开压箱底的盒子,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相框。 相框里,男孩甜甜笑着,靠在女孩的肩膀上。 回到我们的家后,柳如烟就更加地放肆。 模糊中,我分不清他眼中是多情还是烂情。 他勾了勾唇,动作轻微。 纪先生,履行夫妻义务呢,配合着点。 我看着他眼角处的泪质,似乎与一个人重合了起来。 我完全抵抗不住,像是那人在靠近我一般。 我的眼睛红红,双手主动圈住了他的脖梗。 那晚,他很疯,抓住我的双手,埋首在我的锁骨处,声音模糊。 我好像听到了一句,纪伯达,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 在看他的脸时,我仿佛看到了一丝的苦楚。 窗帘半场着,皎洁的月光穿透云层,墙上的影子浮动,打破一世的黄昏。 我在他即将到达巅峰的时候,泪眼婆娑地看着他满脸情欲的模样。 然后小心翼翼地吻上了他眼角处的小小泪质。 在后来的一周,医院传来噩耗,奶奶的病情更严重了,紧急到需要签病微通知书。 病床上的老人形容哭狗,满头银发,全身各处插着管子。 我的一颗心都在下坠,浑身冰冷。 奶奶,我紧紧握着他的手,感受到掌心一点余温。 乖乖,他是不是对你不好?我无声地摇了摇头。 不是的,不是的,他安抚地拍着我的手背,浑浊的眼里泛着泪光。 要是优威那孩子在,奶奶就能放心地走了,气氛忽然变得一片死寂。 乖乖啊,能不能让我见一面如烟? 奶奶有几句话,嘱咐他。 他大口粗喘着气,猛烈地咳嗽了起来。 我急忙起身,拍斧着他的后背,一手抓起手机,忙不迭地给柳如烟拨号。 耳边是颗出血时的猛烈咳嗽声和冰冷的电话盲线声。 我手脚冰冷,浑身发颤,急忙摁了床头的抢救灵。 下一秒,电话通了。 那边是男人撒娇声,刘姐,你老公又打电话来查岗了。 手机啪哒一声,摔在了地上,屏幕碎了。 那一刻,奶奶的双手安静地垂了下去,再也没有抬起来了。 病房外,一片哭天喊地声,整个世界仿佛在崩塌。 我眼睛酸涩,眼神空洞地呆滞了好久,直到律师带着遗嘱,进来宣布。 陈兰芳女士生前决定将名下所有财产以及华月集团所持的股份,全数由其孙子继伯达继承。 在白眼平的辱骂声和寄生的抚愿声中,我麻木地跟着医生,将奶奶的遗体推了出去。 那天,是正月十三,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傍晚,我回了一趟寄家,一个人收拾着奶奶的遗物。 手机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统统来自一个人,我只无声地看着。 手里扶着一本就相册,老照片上,老人坐在海棠树下,笑容灿烂。 两边站着一男一女,紧紧依围着。 男孩意气风发,一脸桀骜不逊的模样,唯独片头看着女生,眼里露出了柔情。 女生笑容娇娇地,离窝里像是盛着整个夏天最甜的蜜。 我伸出双手,摸了摸老人的头发,又抹撒着少女的面容。 那是十八岁的林佑威,眼角有一颗浅浅的泪质。 那天夜里,我放肆了一回,一个人开车去了夜店。 我坐在把台上,点了一杯特条的威士忌,喝了个烂醉。 模糊中,眼前出现一道身影,整个夜店都跟着安静了一瞬。 那人弯下腰,与我对视。 灯红柳绿中,我看不大真切。 他五官轮廓模糊,眼角处的泪质若隐若现。 我看着看着,鼻子一酸,眼泪就涌了上来。 我从把台上起来,伸出手去扶他,声音委屈带着明显的哭腔。 我好想你,那人顿了顿,最终还是抬起了一只手,放在我的后背上,轻轻拍了拍。 我情绪一下子上来了,眼泪怎么都控制不住。 我拽着他的衣角,埋头将他的胸口哭得湿了一片。 缓了一会儿,我点起脚尖,轻轻吻上了他眼角处的泪质。 你一难着,又喂,我好想你。 面前的人,浑身一正,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那天是正月二十四,我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柳如烟了。 早上起身下楼,客厅里烟雾缭绕。 茶几上摆着几个空酒瓶,柳如烟就坐在那里,脸色不大好,一言不发。 我忍着咳嗽,温声告诉他,我今天有事要回清水镇,一周之后回来。 今天的他,似乎有些反常。 他抬眸看我,眼中的情绪晦涩不明。 开口,明天是我的生日。 他很执拗,一双桃花眼微微泛红,第一次低下了头, 伯达,明天陪我过生日,后天我陪你一起回清水镇,好不好? 我只是略微顿了顿,毫不犹疑地摇了摇头,浮倩。 像是柳如烟从来没有问过我, 为什么每年的这一天,我都要坚持回一趟清水镇? 又像是我没有询问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反常,非要我陪着过生日。 我只是往后退了一步,笑着跟他说再见。 眼神既柔和又决绝,因为明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是柳如烟的生日,也是林又威的忌日。 孰惊重,我分得很轻。 去往清水镇的路,很是不好走, 等我落地,天色已经暗沉起来。 我熟门熟路地去了附近的香烛店,买了些纸钱和焚香。 又不远千里,去了一家老花店,订了一束杨洁梗。 第二天,刚刚蒙蒙亮,我就带着东西,去了老城区。 在一块墓地上,我将纸钱堆放在一起,点燃。 透过橘黄色的星火,我看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 少女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唇角扬着笑,眉眼温柔。 看着看着,我又忍不住掉了眼泪。 林有位,今年奶奶也不在了。 你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 怎么你们都不要我了? 每一天,我都过得很是煎熬,我很想你。 可你怎么一次,也不来我的梦里跟我说说话啊? 我买了一包烟,加了一根熟练的轻轻点燃,吸了一口。 我在那里坐了整整一上午,冷风肆虐, 我却像是感受不到寒意。 手机铃声震动多时,我全然没有理会。 直到肚子里的饥饿感,慢慢传来, 我忍住低血糖带来的阵阵昏厥, 起身揉了揉发麻的小腿。 再次转头,迷糊间,我看到后面站了一个女人。 她身形高大,一身黑色风衣, 站在冷风里,神色冷峻。 我一正,视柳如烟。 她看着墓碑上少女的模样,绷紧了呼吸, 像是在努力遏制自己的情绪。 安静持续了很久,我微微皱了皱眉, 挪动了下身躯,堪堪遮住身后的墓碑。 她像是突然被我的行为震怒了一样, 一手捏住我的下巴,与我对视, 把我当成别人的替身。 纪伯达,你可真是好样的。 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涌现了很多场面。 偌大的别墅里,总是冷冷清清, 那热气腾腾的饭菜,变得冰凉。 声音震天响的酒吧,女人左拥右拂, 男人们勾着唇,毫不避讳地挑衅我。 每次回记家,白雁平的讥讽, 寄生的指责和突如其来的一耳光。 以及面前的这个女人,毫不犹疑地抛下我, 她的脸上永远是冷嘲热讽, 脸颊一侧,还是隐隐作痛。 看着柳如烟用那样的一张脸, 这般恶劣地对待我, 心里还是止不住地难过。 就好像,隔着那张脸, 看到的却是另一个人。 我吃笑一声,还是忍不住去想, 如果是她,她会怎么做? 她肯定舍不得我受一点委屈。 所以,哪怕眉眼在相, 柳如烟永远都不会是林又威。 这场让我沦陷的白日梦, 是时候该醒了。 于是,我上前了一步, 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 告诉她, 柳如烟,我们离婚吧。 她的身形狠狠一晃。 你说什么? 我说,离婚。 回去的那天, 我做了一场梦, 那是十八岁以前的我, 自由烂漫。 街坊邻居说, 我的妈妈早早死了, 我的爸爸也有了新的家庭, 爹不疼也没娘爱, 他们都说我是个野孩子, 只有我和奶奶相依为命。 邻居家有个很好看的小姐姐, 她叫林又威。 少女清风济月, 瞳孔永远亮亮的, 像是盛满了一汪清泉。 她打跑了嘲笑我的那些幼稚鬼, 擦干净我的小脏脸, 温柔地告诉我, 我们乖乖有人疼。 刚步入青春期, 班里的小女生放学的时候, 经常一路尾随着我, 或是表达好感, 或是出言调戏。 林又威从那以后, 时刻跟在我的身边, 自行车成为了我青春期 最美妙的回忆。 奶奶经常说, 有又威那孩子在, 我就放心了, 她最爱射击, 人人都说她特别有天赋。 林又威得奖的那一天, 我站在台下, 所有人都在为她骄傲。 我的心砰砰跳个不停, 少男怀春, 我也不例外, 她成为了我那个夏天 艰口不言的秘密。 后来, 她将奖牌挂在了我的脖子上, 眼神里是对未来的稀迹, 我长大了, 想当一名警察。 我点头, 嗯, 你是所有人的英雄。 她的脸, 一下子像主书的瞎子一样红, 支支吾吾地说, 可我只想做你一个人的英雄。 我的心跳莫名其妙地跳个不停, 扑通扑通, 震动着耳膜。 我知道, 她也是, 于是我慢慢靠在了她的肩膀上。 那你答应我, 永远不会离开我, 骗人是小狗。 她也笑, 眸中只能印下一个我。 好, 我答应你, 我会永远陪在我们乖乖身边。 我们坐在广场的长椅上, 月亮看着我们, 躲在云层后面。 晚风轻轻地吹着, 吹动着少女少男的心事。 直到, 那一次的地震, 高三的地理课上, 老师讲得激情澎湃, 唾沫星子四见。 屋顶突然晃了几下, 地震来得太快, 我以为自己头昏了起来。 一瞬间, 天地摇晃, 钢筋水泥发出巨响。 耳边尖叫声不断, 人们争先恐后地逃窜。 突然, 我头顶的吊灯直直跌落了下来, 我手心冒汗, 身体害怕到动不了一点, 死死闭住了眼睛。 混乱间, 有人一把将我紧紧固在了怀里, 紧接着是一声闷哼。 林又微扑过来的时候, 我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 吊灯坠落, 屋顶塌陷, 砸在了少女轻瘦的脊背上。 有湿热粘稠的液体, 滴在了我的脖梗, 她的呼吸声慢慢虚弱了下来。 林又微我哭喊着, 眼泪哗哗地流。 她的身体颤抖着, 嘴唇哆嗦着, 仍是温柔地哄着我, 抑制不住地发着抖。 在昏迷之前, 模模糊糊地听见了一句泥南细语。 乖乖, 好想嫁给你啊。 不知过了多久, 我从昏迷中醒来, 眼前不见一丝光亮。 感觉浑身都疼的同时, 我发觉身上的少女, 体温越来越凉。 她自始至终, 都保持着保护的姿态, 一直到死亡。 在黑暗中, 我哭不出声来, 嗓音沙哑, 只能看着她紧闭的双眸。 江纯轻轻地印在了 她眼角那颗浅浅的小智商。 那个时候的我, 好似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我被困在这个破碎的时空里, 怎么也走不出去, 直到柳如烟不打招呼地 走进我的世界。 我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 似乎生活里一下子就有了光亮。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我好像把该经历的, 不该经历的, 全部都经历了一遍。 而现在, 这一切, 似乎都该有个结尾了。 在柳家, 所有庸人都被叫了出去, 整个别墅安静的落真可闻。 柳家的长辈都在, 就连纪家也来了人。 转头, 柳如烟站在落地窗那边, 神色颓唐。 我收回视线, 起身走向柳母, 嘴角挂着释然的笑容。 母亲, 福倩, 这辈子做不成您的女婿了。 柳母一顿, 紧紧握着我的手, 有眼泪涌出。 白燕萍一听这话, 跳脚似的急忙回话, 博达啊, 你这孩子, 这小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呀? 床头吵架, 床尾何吗? 季盛也急得吹胡子瞪眼, 诶, 这怎么能行呢? 小吵小闹, 哪里用得着上升到离婚的地步啊? 没有理会他们二人, 我拍了拍柳母的手, 母亲, 您是知道的, 我性子温顺, 不到万不得已, 是断然开不了这个口的。 对于两个不相爱的人来说, 婚姻就如同坟墓, 我在里面待了太久了, 久到我都忘了, 真正的吉波达是什么样子。 场面一下子变得很安静, 柳如烟搭着眼皮, 一言不发。 唯独柳夫怒了, 抄起拐杖就朝他打了过去, 棍子打到皮肉里, 骨头碎裂的声音咯嘣响, 他仍是沉默, 连肢体反抗都没有, 神情麻木。 我想, 他还是两年前的那把硬骨头, 一点也没变。 柳母含泪服了服我, 直直叹气, 伯达, 这两年委屈你了, 是我们家对不起你, 分开对你们来说, 也好, 白裙子上血迹斑驳, 他惨淡着一张脸, 突然紧紧攥住了我的手腕, 开口声音嘶哑, 带着浓浓的悲伤, 我不会离婚的, 纪伯达, 你休想这么舍弃我, 他的话字字敲打在我的心头, 我只淡淡地摇了摇头, 向在场的长辈们鞠了一躬, 而后离场, 有人身形落寞, 有人彻夜难眠, 商议离婚时间的那一天, 不花而散, 事情没有谈妥, 我搬出了纪家, 挪去了奶奶生前留下的公司, 将整个生活的重心, 都放在了工作上, 开晨会, 调整规划, 安排职工, 我将整个公司管理的紧紧有条, 工作上的忙碌, 使我再也没有其他的心思, 去想其他的事情, 一次接待合作商, 我见到了一腾城, 男人面容仍然很是好看, 陪在对手公司的老总身边, 老总已年过半百, 大度便便, 谄媚地凑到我的身边, 早就听闻男中豪杰纪总了, 今天一见, 果真是不同凡响, 我谦虚一笑, 打量着身边的男人, 老总会议, 一把掐上一腾城的胳膊, 皱了皱眉, 还不赶快跟纪总自我介绍一番, 有没有点眼力剑, 我欣赏着他脸上变幻无穷的表情, 心里有几分快意, 前台的电话打了上来, 说是华月的柳小姐, 要上来见我, 没有预约, 我汉手同意了, 转头就看到, 一腾城脸上志在必得的表情, 他的嘴巴动了动, 却没有发出来声音, 他说, 纪博达, 无论是两年前还是两年后, 在柳如烟那边, 你永远比不上我, 我一生吃笑, 觉得很是可笑, 这个年头, 把女人当作炫耀的资本, 还是太天真了, 柳如烟走进来, 见到一腾城的那一刻, 眉心醋了醋, 脸上全是厌恶的表情, 男人一顿, 脸色大变, 又似乎是不甘心, 脸上挂着清纯的笑, 一如往年, 如烟, 好久不见, 柳如烟瞟了我一眼, 又去看他身边的老总, 似笑非笑, 两年前听说, 一先生是跟了陈华集团的张总, 现在怎么又, 换成贱庆集团的李总吗, 一先生可真是烂情, 老总的脸色也变得清绿, 一把拽起男人的手, 陪着笑脸离开了, 办公室仅仅剩下我们两人, 空气又停滞了起来, 女人安静地垂下了眼睛, 突然触到了一个相框, 她堂而皇之地, 躺在我的办公桌上, 照片上, 男孩意气风发, 勾着唇, 看向身边的人, 而少女则是一脸娇撑地倚靠着她的肩膀, 眉眼带笑, 处处透露着信赖, 柳如烟死死地盯着, 像是非要盯出来一个洞不可, 她久久没有动作, 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她把脸转向一侧, 像是自嘲, 又像是讥讽, 杰先生, 你动作可真快, 我无意辩解, 只是保持沉默, 她此刻双目通红, 像是很多天都没有休息好一样, 神情逐渐阴冷下来, 她抄起桌上的水果刀, 我突然觉得, 这人真是毫不讲理, 又幼稚的彻底, 她双目不满红血丝, 眼底透着挣扎, 手中的刀刃锋利, 此刻脸上已经渗出点点血迹, 我看着她的模样就笑了, 温柔道, 乖, 把刀放下, 那一刻, 刀硬声落地, 她的脊背像是都被压弯了, 连骨子里的骄傲也不复存在, 她睫毛轻颤了下, 声音卑微到近似祈求, 别不要我, 行吗? 都说, 女人致死是少女, 我捧着医药箱, 捏着棉签, 细细处理她脸上的划伤, 柳如烟慢慢侧过去脸, 不看我, 我也笑, 拿刀自残, 柳小姐可真是好本事啊, 她转头, 眼神复杂地看向我, 我细细处理着她的伤口, 柳如烟, 我们的婚姻, 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是我, 一意孤行地将你当成了她, 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 你呢, 这些年来, 对我也不算温柔体贴, 这一掌狠力地扇在了自己的脸上, 啪, 这一掌, 是溺水那件事情, 我以为你会游泳, 我没有听到你的呼救声, 啪, 这一掌, 是婚礼上出了事故, 我犯魂执拗, 放不下前任, 当众让你下不来台, 啪, 这一掌, 是谣言四起, 毁坏了你的名声, 对于一腾成, 两年前她为了一点利益, 抛弃我的同时, 我就已经看透她了, 我保证, 此后绝对没有任何不正当的来往, 她又绞尽脑汁思索了一番, 啪, 这一掌, 是奶奶去试那一晚, 我迟来了, 那些男人们, 只是我用来试探你的工具, 我发誓, 这两年来, 我心里从来没有过别人, 她越说越激动, 你相信我这一次, 好不好, 我听着听着, 真就笑了出来, 柳如烟, 你知道吗, 一开始, 我确实挺难过的, 因为你是顶着这样的一张脸, 做着让我伤心的事情, 可是后来, 我就不在意了, 因为你从来都不是她, 大梦一场, 如今梦也该醒了, 她的脸上全然是平静和淡然, 像是没有痛觉一般, 伯达, 你不再愿意重新跟我在一起了吗, 我咬咬牙, 狠下心, 轻飘飘的一句话, 堵住了她的嘴, 不愿意, 我忘不掉林幼威, 不论是出于什么理由, 都不能抵消你对我的伤害, 柳如烟沉默了很久, 然后背过身去, 偷偷地把眼泪抹去了, 我给你自由, 她开门离开, 自以为伪装得很好, 可是整个肩膀都在颤抖, 连声音也带着哽咽, 阳春三月, 我们约在了民政局, 工作人员在结婚证上盖下作废的印章, 一切都结束了, 我想说再见, 又觉得不合时宜, 最后, 只留下一句, 柳如烟, 珍重, 她只微微汗手, 修长的无名纸上仍然套着婚戒, 我收回视线, 抬头看向前方, 宇宙浩渺, 天地广阔, 何必困于昨日种种, 作茧自负, 从此, 我要重新做回纪伯达, 再也不会因为任何人, 停下奔赴热烈生活的欲望了, 后来的一天, 我寻了天气好的时间段, 买了一把百合花, 和一束杨洁梗, 来到墓地上, 去看看奶奶, 也看看林又威, 有人在坟里, 有人在坟外, 所有的爱恨情仇, 都会随着时间, 一笔勾销, 照片里的少女, 永远十八岁, 永远意气风发, 我起身, 抚去墓碑尘埃, 林又威, 我要开始新的人生启程了, 你会为我高兴的吧, 我的问题永远没有人给出答案, 我垂头看着地上的杨洁梗, 释然地笑了笑, 亲爱的, 我该往前走了, 晚安。